南京总统府旁边的1912街区 类似于上海的新天地 消费群体主要是城市白领 文艺青年 游客 外籍人士等 当时取名字的时候 征集到了100多个 有总统府客厅 总统府花园 国府会客厅等 但都不是很满意 后来由设计师提出 用年代命名式 大家认为1912最为合适 1912年 孙仲山先生在南京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 以南京1912命名的 休闲商业街区 成为当时南京最为时尚的 休闲娱乐场所 我们现在所得的位置是南京的总统府大门入口处 门楼上的总统府三个字 到底是谁 所提写的呢 却一直是一个谜团 有一说法是 蒋介石本来向自己亲自提写的 后来想象不行 怎么能自己当总统 自己写总统府的招牌呢 这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啊 于是命人集了 泰安凯的字 还有人说是 呆基陶所提写 另外一种说法是 原考试院副院长 周中越所提写 当时报刊都有报道 所以总统府三字 因为周中越所提写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深海黑桌和电影 风决定要走 云怎么挽留 曾经彼此纠缠 放空 十字幕志愿者